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定义是 通过提升系统升降 并通过搬运器实现横移 将汽车停放在颈道两侧的停车设备 由金属结构框架 提升系统 搬运器 回转专制 出入口附属设备 控制系统 安全和检测系统组 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的特点是 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一般一个层面停放两辆车 层高可达20至25成 即停放40至50辆车 占地面积50平方米左右 平均每辆车占地面积只有1到1.2平方米 其主体结构可采用金属结构或者混凝土结构 所以这是一种面积和空间利用率最高的停车设备 而且还具有存取车速度快 自动化程度高 安全可靠 操作简单 唯物方便等优点 特别适合建在繁华的城市中心以及车辆集中停放的地方 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存取车 存车时用提升机构将车辆或载车板伸到指定层 再用提升机构上的横移机构把车辆或载车板送入停车位 取车时通过横移机构将指定停车位上的车辆或载车板送入提升机构 提升机构降到车辆的出入口处 回转台回转 打开车库门 驾驶员将车辆开走 平面移动类停车设备是指在同一层上采用搬运台车或启动机平面移动车辆 或使载车板平面横移实现存取停放车辆 亦可用搬运台和升降机配合实现多层平面移动存取车停放车辆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该类设备采用与立体仓库类似的原理和结构 在系统的每一层都至少有一台横移车负责本层的一个车辆存取 由升降结构不同的停车层与出入口相连 车辆只需停到出入口存取车权过程均由系统自动完成 自动化程度高快速处理连续出入库 停车效率高可实现多人同时存取车辆 实现有百台到上千台规模的大容量停车 土建要求较低可以用于地上及地下车库存取车速度快 且云向前开不需倒车掉头等动作 全封闭式建筑全取车安全性好 具有节省空间设计灵活造型多样投资少成本及保养费用低 控制操作方便等特点设有多重安全防务措施 确保人车安全简单操作既可集中管理 又可由客户自己操作不排出汽车废弃清洁保环保 可以满足地上或地下从两层车库到十层车库的使用要求 实现自动化快速安全存取车 存取车 存车时车主将车辆开到指定位置 刷卡即可直接离开 搬运机会将车辆放置在空置的行车位上 取车时车主在控制面板上刷卡 系统识别车辆所在位置后 搬运机会将把车子通过左右移动 升降机把车子升到指定区域 待车库门打开 车主即可把车开走 向道堆舵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向道堆舵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可根据场地不同设置在室外 一般采用全封闭形式 室内地上或地下 存车容积率高安全可靠 同时该设备也要求存车空间相对独立 无其他设备的干扰 且设备成本较高 一部向道堆舵机和搬运器所需要负责的车辆在50到100辆之间较为合适 采用向道堆舵启动机或桥式启动机把进入搬运器的车辆水平垂直移动到停车位 并用存取机构存取车辆的设备被称为向道堆舵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向道堆舵类停车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 而且全封闭 存车更加安全 它是根据自动化立体仓库原理设计的停车设备 用计算机控制 主要适用于大型密集式的车库自动化停车 目前国内外投入使用的向道堆舵类机械式停车设备类型比较多 具有无需车道 出入设置方便 行车数量多 存取效率高 全自动控制 运行安全可告等特点 向道堆舵类停车设备全取车 存车时汽车停带堆舵机的载车板上 堆舵机在向道内行走并提升 直到将汽车运送到指定的驳位旁 将载车板连同汽车送入停车驳位 取车时载车板将汽车运送到堆舵机载车板上 通过向道内行走并降下汽车 将汽车运输到取车口 车主进行取车 加上汽车报应